我们俩是校友 明年我们就毕业了 到现在我们交往了一年多 我们从交往到现在 他的前任永远没有办法 完全消失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俩在很多事情上 意见都不同意 我们永远都不在一个节拍上 在很多时候 我觉得他不够重视我 在乎我 我不知道他到底 有没有拿我当他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们可以毕了业 还能继续好好地走下去 从开始的疯狂热恋 到现在的跌路冰点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卢 二十四岁来自郑州学生 女嘉宾小鸡 二十三岁来自郑州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说了 永远摆脱不了前女友 是吧 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跟他前女友 一直藕断丝连 还给打电话过来 然后没接 他就直接挂了 挂了之后 我问他咋回事啊 然后他说 没事就个普通朋友 那为啥 咱俩在一块了 你还要跟你前女友 联系着呢 因为首先我先声明一下 当时我跟前女友 已经分手有半年多了 而且当时我们俩在一块 因为我没想到 他会来打这个电话 然后就立马就给他挂了 也没有去说什么 那你俩分手半年多了 那为啥呢 手机相册里面 还保留他的照片 跟你合照呢 还有那网盘里面 其实我一直没有说 去删除一些东西的习惯 你想想那么多照片 几千条 几万张 我怎么一个个去删 而且像这个网盘 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这个就会自动去 存储手机上的照片 我也没有留意过 那为什么不删掉呢 我就是不知道 不是后来知道了吗 后来知道 我一个全部删了 那就行了嘛 删了 那你说 你们分手都半年多了 那为啥你女朋友 还加上我QQ 给我发一些 你们之前经历过的一些事 然后什么节日了 那些转账记录了 也要发给我 你知道吗 每次我看到这件事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都会想 这件事咱俩去做的时候 你跟你前女友做过没 我都心里有那种阴影了 你知道不 你说这个东西 每次都是在吵架过之后 你才跟我说这些 他加你的QQ啊 微博啊 这些我是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把它也已经删掉了 没有联系过 他跟你说这些东西 我是真不知道 他在微博上找到我 我发个东西 他就在下面评论着 说一些可难听的话 然后后来我实在受不了 我把它拉黑了 拉黑之后 他在他自己微博上说我 我每次跟你说这件事的时候 你都不会站在我的立场上 去保护我的那种感觉 她的前女友 为什么跟你纠缠不清 那谁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呀 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去嫁你的 这个不符合常情嘛 你都分手了半年 你跟你前女友断干净了没有啊 分手之后 确实是断干净了 但是 还保留着 都是狗蛋撕连的那种 不是 你跟你前女友为什么分手啊 不合适 谁提的 他提的 那就很奇怪了 他提的不合适 他跟你分手了 分手了半年之后 你有了新的女朋友 他会联系你新女朋友 对 他也知道 这是可能 这个好像不符合生活的逻辑 他去找他联系 我就奇怪是为什么嘛 如果你跟你的前女友断得很干净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跟他这样呢 没有道理啊 你也是女生 假如说你跟他分手了啊 断得很干净 你还会联系他现在的女朋友吗 我当然不会 我是肯定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 对 那推理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联系他现在的女朋友呢 就是我跟他藕断四连的时候 这么说吧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把他微博拉黑了 就前几天 他还在他微博上面就说我 说你什么呢 比较难听的话 说我勾引他的那种 所以这个事你没有说清楚 当时前女友他也知道 我又有了新女朋友 对啊 如果你们都半年了嘛 怎么还会说他勾引呢 就是说每次我也很纳闷 然后他把这个事提出来跟我说 好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放在这 好了 感谢观看